蔡總統說台灣是世界防疫的典範 不管你同不同意 現在國門打開了 還記得嗎 資深媒體人周玉寇呢 他之前才說 這個打高端害他變成了倒楣鬼 因為日本不承認高端嘛 所以打高端的人要去日本 必須自費這個台幣 3500到4500做PCR 才能夠來入境 Coco姐今天早上在臉書上 高調宣布他要去日本玩了 而且還附上好多的圖片 他內文中他也強調了 他選擇踏上了日本自由行 而且Coco姐附上很多桃園機場的照片 還表示說自己睽違了33個月 初鄉勤切 稱讚桃園機場煥然一新 而且他同時也不忘大讚 我們的政府有做事 國門已經開放了 這是周玉寇的最新消息 同樣提供給您 那另外呢這個陳時中 他是說如果時間到回 他不要去接指揮官 他說他後悔了 因為害他自己成為劍拔 那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尤淑慧也在臉書表示 他說時間到回 我們也不希望你接防疫指揮官 而且尤淑慧他還說 首次跟阿中有共識 很多網友看到都在下面留言說 別人說這句話是事後諸葛亮 那麼陳時中說這句話 是為了選舉想要甩鍋 我們來幫大家科普一下囉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細菌作用之後 就會還原成水 不會殘留也不會污染 如果家中有銀髮族 有兒童有孕婦都適用 如果您想購買的話 當然會再快點購購買 才是最划算的